來 阿松 啦啦山 對 啦啦山 幸福寶去啦啦山也是為了看日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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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日出的 而且夜衝剛好上去看日出 沒有沒有 其實像夏天的時候 山上真的很涼 你到山上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大概是 它大概16度到19度之間 對 有點涼了 比開冷氣還要涼 但睡袋是剛剛好的 所以呢 我很喜歡在禮拜五晚上夜衝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弄一弄 那一次是跟我女兒去 然後去到山上呢 夜衝就是為了要看這個雲海啦 哇 厲害 很壯觀耶 很漂亮 這個雲真的這樣子飆過來 這個早上好像水喔 好像乾冰喔 如果早上啊 你看到日出的時候 就不會有雲曝雲海 如果你沒有看到日出 就會有雲曝雲海可以期待 那次的時候是 我太太沒有去 所以是我跟我們家妹妹去 那我在開車上山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想好 我要帶一個很簡單的帳篷 因為搭帳很麻煩 對 搭帳很麻煩 那帳篷我也有帶來了 超麻煩 對… 你該不會要現場搭吧 對 現場搭 怎麼可能 這個號稱兩分鐘搭好的 真的 兩分鐘 兩分鐘喔 兩分鐘 第一時開始 怎麼有點 很大耶 然後拿它立起來 你怎麼比我獎像中的還要大 還要大 還要大 怎麼幹什麼 龍是龍骨 可以啦 是一個夏天的帳篷 然後呢 很快耶 它上面呢 可以開天窗 天窗 然後裡面呢 這可以睡幾個人 睡六個人 那也很棒耶 對… 它一開它可以立起來 重點是怎麼可以這麼快的速度 就把這個捧碰起來 它就用那種彈立剛 它裡面有內臟 然後我們呢 夏天我不喜歡用內臟 因為會熱 超大的 對 然後它裡面還有天窗 超大的 對 這個是窗戶可以打開 對 可以打開 這樣啦 這樣啦 很方便 很方便 它就是用捲的把它捲起來 如果收的話 你一個人也可以收嗎 所以我一個人可以收 來 現在男的就是要展示 收帳 來 阿松 表演開始 收帳 來 收帳 我們有一點 好厲害喔 鼻子酸的感覺 為什麼 它總是這樣 然後把它折下去 對 其實滿快的 很快耶 掌聲鼓勵 好厲害耶 對 然後再折一次 對 然後再折一次 力氣要夠大嗎 對 八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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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很濕透 怎麼又抬起來 沒有...拉不夠開 太鼓勵了啦 阿松 能不能你弄你的 我們先讓別人講 好失禮喔 真的啦 這個帳篷真的是很方便 太久沒收了 你放棄了 放棄一雙袋 不是小可愛 小可愛要分享 因為現在是暑假到了 其實帶小朋友出去玩 真的會遇到超多困難 像我們一定會去很多樂園 那因為美國的雲霄飛車 其實他的年齡限制 身高限制沒有像台灣 那麼嚴格 對 他稍微的低一點點 那我覺得在台灣 有的時候哥哥想做 然後做不到 我想說這一次到美國去 一定可以做得到 對 我跟你說我就眼睜睜看到 我兒子在入口處淚崩耶 為什麼 他就差一點點 他的身高就差那麼一咪咪 但是喔 後面排一排的人 你聽他們的講話 然後他們 彼此在叫彼此的那個... 那個暱稱 你就知道可能比我小孩還小 可是為什麼 他們就可以 他們的身高就到了 對啊 但是你跟 對啊 我光... 光腳 拖鞋 死皮去乾淨 死皮好酷喔 有些人會用死皮疹 死皮會用2公分對不對 比女生來講不愛的 而且我老公180 但是我要講喔 其實我後來問過營養師 他們都說 基因大概只有佔百分之 頂多到了60 頂多60 其實後天還是需要 很多的營養補充 因為現在小孩子 很多時候他們的 他們是亂吃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顧不到 或者是孩子們挑食 我就會營養師... 他現在還可以追嗎 他就問我哥哥幾歲 他說 12歲其實都算是 只要在這個裡面 趕緊的加強 都還有機會 其實是有辦法的 那我覺得 真的要選擇到好的東西 跟小朋友願意吃的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我現在給你看 我小朋友多高好不好 妳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小朋友 一年喔 才一晚 他現在11歲 還不到12 他現在身高 172 172 172公分 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會很需要 不管小朋友現在幾歲 然後即便是我 連我我都覺得 大人都超喜歡 推薦給所有爸爸 來... 太需要這個東西了 原來是這個 是不是 這個我很了解 因為爸媽喔 很擔心小孩那個 長不高的問題 對 現在哪有小孩不挑食的 對 很挑 大人為什麼不挑食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大人都買自己喜歡吃的 怎麼會這樣吃 有道理 對 我可以用小朋友聽到 一針電血 真的 我有給我女兒吃這個 對 我最後就選擇了這個 不是這個盒子 是裡面的 還有盒子是我剛建議 我特別講喔 我要特別說 霸膏小吃 而且今天推出的是 最新的可可口味 相信喔 家長們對於草莓跟牛奶口味 一點都不陌生 像我自己 我非常喜歡牛奶口味 我是直接開了 就倒在嘴巴裡面 這個千吾萬喚指出來了 前陣子 連我要藥都沒有 沒有啦 他真的一上次就被定光 但我要講喔 好吃這件事情 你看玉琳哥 小朋友都已經掛保證了 連大人都喜歡吃 好吃之外啊 還是要講 真的太好吃了 來的啊 一定很愛 巧克力口味 好香喔 而且不會很甜 待會兒我跟你們講 要怎麼吃 它有非常非常多種的方式 是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畢竟是吃到肚子裡面的 所以呢 怎麼樣來看它的成分 也是很重要的 那它裡面成分呢 是萃取自 對 然後你是吃得到的細 小朋友也是 好吸收的小分 因為它是生態級的 這樣小小的一包 裡面呢 就是我們一般 在家裡面買那種 大品的 2.5公升的 家庭號的牛奶 然後 以及 15隻的雞翅 這麼多的教養蛋白 對 所以真的 你只要從今天開始 一天一包就夠了 因為它的營養素 真的一包就夠了 靠了八高小子 然後讓它 自己去配合它自己想要的口味 像我們家小朋友 是不喜歡喝牛奶的 然後呢 我其實很擔心它 蓋子攝取不足 但它自從吃了這個草莓口味 它每天一包 我完全不用再逼它說 喝牛奶好不好 拜託你喝牛奶 你吃不到牛奶很重要 那這個也可以加牛奶裡面喝嗎 可以 它其實吃的方式非常多 你除了加牛奶 讓它更濃郁之外 然後再者就是 像我女兒不喜歡牛奶的味道 她就把它加在豆漿 加豆漿裡面 然後還有我女兒最近呢 因為這個可可口味 她自己發明的方式 她用酸的水果 直接沾粉 沾可可粉 然後直接吃 也是可以 對 很可以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你灑在 自己的點心上面 有的時候吃個 你就是灑在上面 什麼都可以 大家有人灑在優格上面 對 它的順口度很好 所以真的變化方式 你們就帶回家自己用 對 但是它入口即化 對 入口即化 很好吃對不對 很好吃耶 它我覺得不會很甜耶 不會很甜 對 因為剛剛也有講嘛 就是如果說你燉的 小朋友不喜歡那個中藥 以前都會喝什麼鑽骨湯 那些真的是 好厲害 味道用的 其實會害它 而且我小時候也是被狂逼 喝牛奶跟吃鈣片 真的 對 我相信大家都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就是 我們喝牛奶跟吃鈣片 到底夠不夠 對 通常成長期呢 一天其實要喝到 一千兩百毫克的鈣 大概要四杯牛奶 四杯牛奶 所以這個量其實也是 會吐耶 真的 會很辛苦 所以呢 當然為什麼蓋很重要 是因為蓋子呢 其實就像我們蓋這個 建築物的鋼筋 對啊 所以我們鋼筋能夠拿到越多 我們這個建築物才有 資本可以蓋得越高嘛 那膠原蛋白 它其實就是連結鋼筋 直接連結住 可以幫忙去鞏固 穩固這樣子 膠原蛋白它是已經小分子 而且它是生態等級的 就像是蔥呢 把它切成蔥末 它的吸收效果就會比較好 還有什麼營養成本要特別注意 因為每次 佩馨都會幫我們分享 一個重要的概念 成長五大營養素 對 鈣質跟膠原蛋白除了必備之外呢 其實還有鈣質的好兄弟 就是 還有維生素D 還有維生素K 都非常重要喔 可以幫助的鈣質呢 放在它該要成長的地方 不會讓它亂跑這樣 這是很重要 那當然要搭配就是 我們的睡眠跟運動 那其實我會建議小朋友 可以在睡覺前吃 所以要先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因為它有美跟鈣 它可以幫助睡眠的品質 讓它品質比較好 那也可以幫助成長 因為是吃進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就是 好吃很重要嘛 安全很重要 你知道他們家超厲害 最近得了那個 世界品質大獎的金獎 超強 今天講到旅遊 你知道出國不管幾天 你就是抓得放包包 你完全不用擔心 這一段期間小朋友 到了這個地方 因為我不喜歡吃這個地方的東西 然後我都不吃東西 然後我也不想喝 你是帶著它 它基本上 你出國五天就帶五條 對啊 你也要帶 所以我家就十五條 對 對 所以依照不一樣的口味 全家大小 其實連大人都可以吃起來 好吃 好棒喔 真的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今天謝謝大家 跟我們分享口袋名單 讓我們夏天不管是 國內 國外都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如果行動不如趕快行動 趕快去訂機票 趕快去排行程 祝福大家 因為祝家要燒了 對 日出跟祝福 祝福 大家天天都有 美麗的日出 天天都看得到太陽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